桃园市长张山正今天主持市政会议时表示 市府团队上任至今满半年 推出许多有感政策 包括代理教师全年聘旗 以及基北北桃1200同行月票等 接下来将持续落实 让桃园越来越好 桃园上张山正率领的桃园市政府团队 上任至今已经届满半年 张市长28号在市政会议时表示 感谢各局处首长以及同仁过去半年的努力 推出许多有感政策 代理教师全年聘旗 就是一个案例 还有譬如说像是我们1200的月票 1200月票其实在选举的时候我们提过 后来也是能够有这种风取引勇的感觉 大家响应 下礼拜就是进入7月 1200月票也要开始正式实施 我们当然很高兴1200的政策 能够被中央采纳变成一个跨区域的一个政策 另外还有进逃专案 由警察局环保局金发局等单位联合执行 取缔噪音车辆 也是让市民非常有感的政策 张市长也提到 未来将推动的妇幼局 根据研考会办的民意调查 有近九成的受访民众支持成立 我们四年任期 那么半年已经是八分之一了 这个每天不知不觉不知不觉 一天过一天已经过了半年的日子 真的非常快 那么我们希望说还有 接下来的任期期间 大家还是跟过去半年一样 继续努力把我们的政策做到 做到让我们所有市民有感 张市长表示 至于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也要深刻警惕 反应要灵敏 具备同理心 让桃园越来越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